娱乐圈染疫群组再多一人确诊 除了麦德罗 他女友Apple姐刘丽萍 同Apple姐旗下艺人斯康桥之外 麦德罗老友刘兆军 在7月20日自行到医院 到晚上11点初步确诊 并且留院接受治疗 我昨天知道自己确诊 马上来到病房医院 大致上都是这样 但是现在我身体没什么 我又没有发烧 只不过有几声咳咳 但是这段时间 可能会这些微菌 会搞到我会头晕 发烟都会有的 医生就帮我做了一个 很详细的治疗 有照X缸的肺 照出来都是没事的 一般一切都正常的 然后就做了心变图 抽大量血 还有就是 所有一般的全身检验 都拿了一些资料 刘少军又说 诊治的医生非常细心 也详细解释他现在面对的情况 我说他说可能我翻译得不太好 他就说这七日是最关键的 因为这种所谓的微菌仔 如果进入人体的身上 它就会大量磐殖 就会对我们身体伤害很大 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帮它消灭 这段时间就会重要一点 现在我的疗程方法 就是用打针的 平常一个人 这个疗程是要打七支针的 每隔一天就打一支 我可能身体会好一点 医生说应该打五支针就可以了 希望能够全遇 多谢各位 至于病情就较为严重 早前曾有呼吸困难的密德罗 经已入院五天 他交代情况时 声音亦显得沙啞 有心 今天没有发烂发育 身体没有发烧 起床 整天一直吸气 口口痛 还有口肯 还有咳嗽 三样东西 而Apple姐 以及同样留院的思康桥 暂时都没有什么病征 一切听从院方的安排 今天都是没有发烧 精神都是很良好的 但是就胸后退役 我今早就再给他们多次 这就是我确诊之后的第二次 给他们 他们就要 之后才可以回复我 因为都比较繁忙 但是一般都是没有那么快 说会立刻 没完 他们的意思是这样 都是OK 没有什么问题 都是这样 今早医生打来 就是说再厌一下 会再厌血和照肺 然后24日再做多次 胸后退役 看看会不会都是negative 而和Synar等人 有紧密接触的谢高俊 在7月20日晚就入住隔离中心 他在社交平台拍片 讲述里面的情况 片段看到里面的设施都相当骷髒 他要洗干净才敢用 在这里生活还有其他需要适应的地方 其实昨晚都还没吃饭 就已经到了 多次的寻求之后 终于是凌晨1点钟 终于有一个杯面可以吃得了 来到这里之后 其实他是需要每天自己去探热 就是自己去 有他们派发的一个探热针 早晚都要探热针 就写下纸 写在一张纸上 这里比较不习惯的话 可能真的没有冷气 所以其实早上 基本上日出的时候 就开始会热醒 大概都是这样 谢高俊又指 会以健身 看电视 练琴去度过 接近隔离期间的日子 感谢观看